欢迎来到我们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来看看乌克兰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的精彩表现 乌克兰在首轮0比3惨败罗马尼亚后 面对斯洛伐克展现了顽强的斗志 最终以2比1逆转对手保住了出现希望 沙帕伦科在下半场贡献一射一船 成为球队获胜的关键人物 斯洛伐克虽在首轮暴冷战胜比利时 但本场比赛未能延续好运 只能在莫轮对阵罗马尼亚时避免再度落败 乌克兰则将在莫轮硬碰比利时 期待继续保持出色状态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葡萄牙与土耳其的欧锦赛对决 葡萄牙在首轮比赛中虽然取胜 但进攻效率不高 面对攻击力强劲的土耳其 他们需要拿出更令人幸福的表现 土耳其在首轮3比1战胜格鲁吉亚 展现出强大的进攻火力 葡萄牙若要提前锁定出现席位 必须提高进攻效率 抓住每一个得分机会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职中性兄弟的好消息 陈子豪连续三场比赛开轰 帮助球队本季首度夺下三连胜 兄弟在面对魏拳龙的比赛中 依靠陈子豪的超前安打和三分炮 最终以11比4大胜对手 总教练平野会议表示 球队气氛一直很好 打者们的状态也在逐渐回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在欧洲足球锦标赛 一组小组赛第二轮中 凭借沙帕伦科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 2比1逆转斯洛伐克 保住了出现的希望 比赛开始后 斯洛伐克攻势如潮 乌克兰门将特鲁宾表现出色 多次化解危机 然而斯洛伐克还是在第17分钟 由施兰茨投球破门 乌克兰随后如梦初醒 展开反击 下半场第54分钟 沙帕伦科无人钉防下 接到金琴科的传球 推设得分班平比分 第80分钟 沙帕伦科在送助攻 替补上阵的亚列姆秋克 晃过门将后 将球送入龙门 反超比分 斯洛伐克在余下时间反扑无果 乌克兰保住了出现希望 而斯洛伐克则需在末轮 避免再度落败以确保竞技 比利时在欧锦赛一组小组赛第二轮 将迎战罗马尼亚 战果将极大影响出现形势 比利时首轮意外输给斯洛伐克 若再度失利将基本无缘出现 罗马尼亚则以3比0大胜乌克兰 展现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 罗马尼亚主帅约尔德内斯库 可能继续采用防守反击战术 而比利时则需依靠德布里纳和卢卡库等 核心球员带领团队 把握进球机会 罗马尼亚心态上更占优势 只要保持不败就有很高的出现希望 而比利时则已无退路 必须取胜 葡萄牙将在欧锦赛小组赛 迎战土耳其 两队接力争拿下小组两连胜 以提前出现 葡萄牙首战对阵杰克 虽以2比1取胜 但进攻效率不佳 需提高表现 土耳其首轮3比1战胜格鲁吉亚 展现出强大攻击力 葡萄牙封线豪华 但首战进攻表现不理想 主帅马丁内斯或会调整阵容 土耳其新星 居莱尔和伊尔迪兹备受期待 球队进攻火力强大 但防守薄弱 葡萄牙若能提高进攻效率 应能压倒土耳其防线 但若表现不佳 比赛结果难以预料 中央社报道 中职中信兄弟 在天母棒球场的比赛中 以11比4击败卫拳龙队 首次在本季连胜三场 关键时刻 陈子豪在第5局敲出超前安打 第8局又从吴军毅手中轰出3分拳雷打 连三场开轰 岳振华 岳东华和曾宋恩等 队友的接连安打 帮助兄弟队 在单局冠进4分 取得领先 尽管龙队在6局下由林志胜轰出2分炮追进比分 但兄弟队在7局上和8局上在得分 最终锁定胜局 总教练平也会称赞陈子豪及其他打者的表现 并强调团队气氛一直很好 正是15并不断进步 是胜利的关键 在另一场日直比赛中 中央社报道 乐天经就台湾投手宋家豪 在7局下登板中继时遇到乱流 被火腿队的雷耶斯敲出满罐炮 单局失掉6分 使得乐天一度以3比8落后 不过乐天队友在8局上回敬了一发满罐炮和一发阳春炮 将比分追平为8比8 宋家豪最终逃过败头 双方在第9局各得一分 比赛进入延长赛 但未分胜负 最终以9比9握手言和 宋家豪本季防御率为3.55 尽管此一表现不佳 但队友的火力支援让他免于败头 中央社记者杨启芳报道 中华职棒统一师队在台南棒球场 为许哲燕举办生涯守轰 庆祝颁奖仪式 家人惊喜现身让他感动流泪 许哲燕在5月26日 高国庆隐退赛中 激出个人生涯守轰 师队特别安排领队 苏泰安颁赠纪念奖座 并邀请许哲燕的父母和太太 到场献花祝福 许哲燕的父亲许丁阳 还担任了开球嘉宾 许哲燕则担任捕手 为赛事开出好球 苏泰安表示 每个选手的首次记录都很珍贵 家人的支持和惊喜将成为许哲燕持续努力的动力 期待他未来能有更好表现帮助球队 中央社 在台南棒球场的激烈对决中 终止统一师队羊头布雷克 Block Dickshorn 展现了出色的投球实力 他在七局中仅是一分 投出九次三阵 驻师队以4比1击败富邦汉将 结束了二连败 比赛开始时 汉将在三局上率先得分 但师队在四局下利用林安可的保送 和陈仲廷的安打追平比分 七局下师队凭借邱智诚 陈杰宪 林安可和苏智杰的连续安打 一局拿下三分 最终锁定胜局 布雷克投出101球 取得本季第五胜 并获选为单场MVP 同时 乐天桃园队 在桃园棒球场的比赛中 凭借梁家荣的二分炮 和陈辰威的逆转三分炮 以7比6险胜台钢雄英 保持了对师队的压力 使得师队上半计 封王魔术 数字降到4 中央设 在另一场精彩的比赛中 中职位拳龙队大师兄林志胜 在六局下 从中信兄弟羊头猛灯 Daniel Mengden 手中轰出二分炮 这是他本季的首轰 也是生涯第304轰 继续推高中职 全雷打记录 林志胜自去年4月16日 敲出第三百轰后 成为中职史上第一人 但本季上场机会较少 迟迟没有再开轰 今天 他终于在天母棒球场 左外野再度开炮 帮助龙队将比分追至4比5 仅一分之差 这一季不仅是林志胜 个人的里程碑 也为龙队带来了 士气上的提升 联合早报报道 英格兰在本届欧锦赛上表现令人失望 尽管他们是上届亚军和本届球员身价最高的球队 但前两场比赛中 球员们的表现却显得慢热 主帅索斯盖特的战术安排也受到了广泛质疑 面对丹麦的比赛中 英格兰在领先后归缩防守 进攻速度缓慢 最终被丹麦逼平 英格兰在上一场艰难战胜塞尔维亚后 同样在进球后变得保守 索斯盖特连续两场让阿诺德担任后腰的实验被视为失败 阿诺德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被加拉格尔替换 索斯盖特赛后承认这是他的责任 并表示会寻找解决方案 中央社报道 中信兄弟队 在面对卫权龙王牌 投手徐若曦时 调整了打线顺序 教练平野会议 强调这场比赛的关键是上垒 因此将岳正华和岳东华安排在前两棒 平野会议表示 面对徐若曦这样的投手 需要有机动性和速度的打者来增加上垒机会 虽然昨天龙队也调整了打线 但总教练叶军章认为 这是为了选手状态的调整 平野会议坦言 为了这次对战徐若曦的比赛 棒次安排让他苦恼了很久 希望通过这种策略让徐若曦不那么舒服的投球 中央社报道 台湾举重女神郭信纯正积极备战巴黎奥运 尽管从去年开始受到伤势困扰 但他通过新的训练方式和专心复健逐渐找到了更好的自己 郭信纯在泰国世界杯上表现出色 教练高凯文对他的训练成果表示满意 并为他设定了具体的目标 希望他在7月中旬能够达到抓举108公斤 停举140公斤的水平 郭信纯表示 尽管距离奥运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他不会急于求成 而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调整 总教练林静能也表示 即使目前成绩不理想 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争取金牌 联合早报 西班牙在欧锦赛B组焦点战中 以一笔零小生意大利 成功晋级16强 尽管比分接近 但比赛的实际情况 却是西班牙占据绝对优势 西班牙的两翼进攻 由21岁的尼克威廉姆斯 和16岁的亚马尔主导 他们的速度和技巧 令意大利防线不堪一击 威廉姆斯的表现尤其出色 他在第55分钟的一记传球 迫使意大利中尉卡拉菲奥里 自摆无龙 虽然威廉姆斯未能进球 但他全场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比赛数据也显示 西班牙射门20次 其中9次摄政 而意大利仅有4次摄门 一次摄政 意大利主帅斯帕莱蒂赛后承认 西班牙的威胁远超比分所显示的 并表示球员们显得疲累 完全无法应对西班牙的活力 这场胜利是西班牙在本届欧锦赛的第二场胜利 他们此前以3比0击败克罗地亚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西班牙目前是B组唯一全胜的球队 锁定16强席位 并确保以蒙主身份出现 意大利则需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至少占平克罗地亚才能确保晋级 联合早报 阿根廷在美洲杯序幕战中 以2比0击败加拿大 取得开门红 美西在这场比赛中出场 成为美洲杯史上出赛最多的球员 超越了智力门将利文斯顿的记录 比赛中 美西在第88分钟 为老塔罗马丁内斯送上助攻 锁定胜局 而阿尔瓦雷斯在下半场 开始4分钟就为阿根廷首开记录 尽管阿根廷最终获胜 但两队主帅对比赛场地和对手的行为都有怨言 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抨击比赛场地不理想 限制了球员的发挥 并指出场地在两天前才换了草皮 不适合这类比赛 加拿大主帅马什则批评阿根廷 在半场休息时拖延时间 迟了好几分钟才出场 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处罚 马什在赛后表示 希望裁判能处理这一问题 并指出如果加拿大队迟到5分钟 他们会被罚款 尽管如此 阿根廷凭借下半场的两个进球 顺利取得了胜利 中央社在巴黎奥运的中继站 台湾的柔道选手杨勇伟不仅专注于比赛 还对食物充满期待 杨勇伟向来自律 对体重控制有一套 不需要激烈减重 但他笑称比赛完后要抱吃咸酥鸡 台湾的中继站与汉点食品公司合作 提供卤肉饭 小笼包 牛肉面 咸酥鸡等家乡喂美食 让选手们在异国他乡 也能品尝到熟悉的味道 杨勇伟在国训媒体日表示 虽然还没见过这些美食 但听学姐说很美味 她计划比赛结束后大快朵頤 比赛完毕后 她还想去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场地 看偶像纳达尔比赛 并透露自己对网球的热爱 甚至有意在不玩柔道后转战网球 杨勇伟还提到 除了外国选手 他也很期待看到戴姿颖的最后义务 并笑称自己喜欢隔网运动 觉得比柔道的近距离肉搏要安全得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